其实每个人做纪录片 都是跟他的人生经验 跟他的工作经验 是有关系的 在中国我被称之为 记者型的导演 我并不对这种说法有意义 我觉得他们承受了一个事实 你说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我潜意识里面是知道 读者喜欢什么东西的 麻烦你过过麦当劳 那边那边那边报一报有点事 你一天总部要喝多少钱酒 看来有没有钱 那你买了个六合彩 买一个帅还二十次 两百八千 八千 三天 那天晚上就去别人看 你四条税务费没了就什么都 就全部挡过出来 当然我一不承认我的片子 就一定会要跟着潮流走 这个其实我现在也蛮抗拒这种说法的 但你实际上你骨子里面是知道 你要做什么事情 我当硬要让自己有所变化了 如果自己没变化的话 那就在一种舒适圈里面做片子的话 我自己也没法去接受我自己 所以我会要求我自己 在每做一部片子的时候 都要跟以前的片子不太一样 起码我自己得给我自己惊喜 如果自己都不能给我自己惊喜的话 那我怎么能给观众惊喜呢 我们拍片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在早期是说 你跟拍摄对象签不签这个拍摄许可和同意 其实你别以为签了协议以后你就可以坐下去 如果有一天你签协议的人反悔的话 你难道还去法院告他吗 比如这个片子里面 其实很多人也说 说那个老头说的 我不愿意让你拍 你别放出去 为什么我还要把这个放进来 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的 就这个老人他特别怀恋毛的时代 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君贫富对他来说 他是一个没有太多本事的人 他不至于不让用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怕大家瞧不起他 鄙视他 那么看完这个片段以后 你们会觉得你们会不喜欢他 或者觉得他是一个很讨厌的老头吗 我想也许你会泛起了更多的对他的同情和理解 如果我拍出来片子 最后是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老头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那我心愿我自己去背这个包袱 我会把这东西给放出来 所以我说有时候这种分寸的拿捏其实是很难的 你也别用法律或者是用一些道德去约束自己 因为分寸的事情有时候他就没有一个规矩放在那里 那规矩在哪里呢 也许就是在读者作者和被采访对象之间 我们就找到那个平衡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什么叫纪录片 它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一种媒介 我之所以愿意自己一个人出来做纪录片 不在媒体里面做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 我得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沟通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让人和人之间有一种互相的一种理解 或者说是有另外一种视角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其实这个世界它并不是简单的就是夜市和漏 它还有很多中间的灰色地带 那我比如说片子也出来了 也没人找过我 所以从来就没人告诉我们说可以或者不可以 而且人这一辈子 如果你只做那些别人允许你做的事情的话 那我想人生也其实很乏味的吧 所以我们就是努力去寻找那个灰色地带在哪里 我每次在做片子的时候都是在试 都在尝试各种可能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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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